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CDC最新数据显示 加州的新冠病毒传播水平再次下降 根据CDC测量社区传播的四级系统 截至昨天周一 这个全国人口最多的州 现在是唯一一个属于中等传播级别的州 加州两周内7天的病例发病率急剧下降 从每10万人95.3例下降到目前的每10万人41.3 CDC的数据显示出了抗乃迪克州 几乎所有其他州人处于社区传播的最高水平 从全国范围来看 美国的7天病例率降至平均每10万人183例 而阳性率则从8.2%降至6.62% 加州卫生官员报告说 感染仍然主要发生在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纽约时代广场地铁站内昨天发生骇人事故 一名42岁女性乘客无缘无故遭到另一名女子袭击 被一把推向正在进站的列车 造成面部受伤 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嫌疑人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 她在事发后立马离开 纽约警察局表示这起事件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提醒 让人们认识到注意周围环境的重要性 同时也表示他们会在日常工作中保持灵活性 随时准备重新分配人员以应对犯罪情况 并确保乘客安全 2021福布斯富人榜出炉 川普首次无缘榜单 这是他25年来第一次没有上榜 今年前400名富豪现在必须拥有29亿美元的净资产才能上榜 据福布斯报道 川普在2021年拥有25亿美元的财产 现在排名第1299位 榜单上的前400名富豪在新冠疫情期间赚了钱 他们的总财富增加了40% 总计达到4.5兆美元 新进榜单的人包括比特币亿万富翁卡梅伦和温克莱沃斯 以及盖茨前妻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梅林达盖茨 身价约2010亿美元的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排名第一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位居第二 身价约1905亿美元超过了Facebook执行上的主客伯格以及比尔盖茨 除了川普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佛瑞和波士顿啤酒公司联合创始人吉姆科赫等在内的熟悉富人们 现在也纷纷落榜 根据全球珊瑚礁监测网络的一项新分析 由于海洋温度不断上升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世界上约14%的珊瑚礁 2008年至2019年间失去的珊瑚数量相当于澳大利亚所有活珊瑚的数量 报告显示气候变化过度捕捞 沿海开发和水值下降让全世界的珊瑚礁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力管理局珊瑚礁保护计划主任科斯 在获得报告后表示 扭转我们所看到的损失是有可能的 但这依赖于全球性的社区 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具环保意识的决定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